我們要讓外界能瞭解這個事件是什麼 而讓我們的家長可以更放心 不只是我們這67位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來公布 我們檢測的報告結果 那比較抱歉的是 我們要用一個Range的原因是要保護個案的情況 可是我們Range用的非常小 以0.5為一個Range 在1.0以下是視同0減出 所以開始有減出 第一個是1.0到1.5 我們的八位小朋友裡面 有75%在落在1.0到1.5之間 那就實驗室的認定 1.0到1.5就是視同微量檢測出來 微量檢測出來 這尊重實驗室這個檢測的結果 八位裡面有75% 是落在1.0到1.5 接下來在微高一點點的1.5到2.0 佔8位裡面佔12.5% 然後唯一比較高的就是第五項 在3.0到3.5的時候也是12.5% 我想這就是各位這段時間一直希望知道一下 檢測出來的數字 那我們也跟檢察官拜託 一定要讓我們公布 讓家長可以更放心 讓外界可以更了解 因為對於這個檢測值 不管是藥物來源 是不是真的是有人餵食 還是因為其他原因造成 這個昨天已經報告過了 所有的檢察官在處理這樣的個案 他會非常深度的檢查 包括個案的就醫紀錄 包括家人的就醫紀錄 包括相關的案情 他會做很深入的了解 那我們今天就先公布了 這八位檢測出來 也就是這八位是這一次裡面有檢測有採樣 檢測出來的結果 在這邊正式的跟我們媒體朋友做個報告 也謝謝檢察官